今天来点负能量 12星座谁最负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后却可能会弄你 到底12星座为什么要负黑 那个负黑的moment 又在想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水瓶座有分两种 一种是外星人 一种是比较世俗红尘中的人 那当然如果是话外知名的外星人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负黑的必要 因为对他而言 他只想过自己的逍遥日子 人世间的事事非非 他根本就懒得管 那通常这样的水瓶座 应该会挑一个很棒的另一半来保护他 可是另外一组呢 那他就会既然要在江湖飘 就要飘出一个场面来 只要这个人是有power的 他很可能就会非常的狗腿啊 或非常的奉承啊 然后什么事都很好商量啊 这样的水瓶座就会让人觉得 挺现实的挺腹黑的 老师水瓶座是不是很常把门摔坏 水瓶应该不是把门摔坏 是把门拆了 说到水瓶座 大家都认为 这是一个博爱的星座 这是一个风向的星座 应该很理性吧 那你就错了 其实我觉得水瓶座骨子里 是大男人跟大女人 你觉得他们的脾气会好吗 当然 的确有些水瓶 平常脾气看起来挺随和的 那是因为他所遇到的事情都不重要 都很普通 都不用太在意 他们当然就很随和咯 但如果是他介意的事情 也惹他生气了 那他们就会彻底的变身 不但天不怕地不怕 甚至于还会有一点暴力倾向 所以他们就会做出你不可想象的事情 比如说明明是很不好的事 他偏偏要去做 因为他会不断地挑衅 他会让你感同身受 你让他多不舒服多不愉快 他也要让你多不舒服多不愉快 而通常暴怒过后的水瓶 他会很讨厌这样的自己被看见 所以他接下来就会断绝跟外界的联络 变得非常的孤僻 宁可断绝跟外面的关系 他要专心地暴怒 神星座毛病大不同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发病的样子 想知道怎么控制水瓶吗 跟他说 哎呀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动作 好像别人也做过耶 他就会觉得被挑战了 而为了跟别人不一样 他会马上做出很多标新利益 但其实匪夷所思的事情 因为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很特别 而且是最特别最聪明的那一个 怎么可以跟别人一样呢 有几个企业组呢 他们是在应征人的时候是有新做的选择 有几个星座特别受到企业的青睐 白羊座 天秤座 狮子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见过强硬的这个天秤 一点都不圆容 没有自信的狮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这很可能是 这些星座的人 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还没有遇到能够发光发热的事业工作 所以咯 我们就从星座的特性来看 每个人从自己的太阳来检查起 你走对路了吗 你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深刻 你并不是走全面涉略的路线 对固定星座的人来说 唯有兴趣才能让你深深的埋在里面 而不会叫苦 固定星座 喜欢跟讨厌非常的两极化 不喜欢的事情 怎么勉强你都会做得很累 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 没有人催错你 你也会自己沉浸在其中 你可能过了好多年以后 发现这个固定星座 还在原来的职位上 很多固定星座会在一个不死不活的位置 或不高不低的薪水 卡住很久 因此我常常觉得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再来固定星座 我一定要提醒你 除了深耕 除了拿出你的专长 你还有一件事情是别人没有的 那就是 你要发挥个人的魅力 固定星座是非常有奇特魅力的一组 这个奇特魅力是只有你有别人没有哦 同样的话 或同样的影片 你来做就特别有味道 或人家就特别信赖你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天赋 比如说 唐启昌老师 天仙 那固定星座的人 因为性格上比较自转星球一点 所以我们的确很适合这种 可以独立完成发挥独特魅力的行业种 只要你找到了主于自己的特色 你就不用去管前人的脚步如何 好好发挥你自己就对了 天平一定很随和 处女一定有洁癖 天仙一定爱复仇 双鱼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误会什么了 12星座隐藏真面目 来了 好了 说到水瓶座 我想每一个人都是 非主流 外星人 很疏离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啰 对没有错 它常常让我们因为不了解 或者是他们自己 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让我们觉得很疏离 但你以为他们是机器人吗 No 绝对不是 隐藏版的水瓶 其实很能将心比心的 而且情感也很丰富 但他们也非常的会隐藏情绪哦 有时候很多水瓶座会一边 释放情绪 一边觉得真抱歉 所以当他觉得真抱歉的时候 他就会把自己的情绪 完全封锁起来 死都不让你察觉 因为他害怕你担心 遇到这种情况 你也不要硬打开它 因为那不见得是你能收拾的 看起来很随和 其实在控制 十二星座 谁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其实水瓶有非常强的占有欲跟控制欲 只是他不会让你看出来 因为水瓶超级会装无所谓 还好还好 这无所谓啦 那都可以啦 其实很多是他介意的要命 只要是水瓶座在意的人 他的一言一行 他的一举一动 都让水瓶在意的不得了 所以啦 水瓶其实会被自己的占有欲给吓到哦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乎到这种程度 水瓶座也很会假照顾之名 行控制之时 用照顾你的方式 掌握你的行踪 这样的水瓶座 你可以想象他有多在乎咯 所以他爱有多深 遭到背叛的时候恨就有多深 打不倒我的 只会使我更强大 各位 你的人生遇到危机了吗 遇到低潮了吗 当我们遇到觉得是绝境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 可以使我们绝处逢生呢 水瓶星座的朋友 看起来非常的坚强 或非常的理性 或者是有时候说起话来 头头是道 你觉得他的人生 怎么可能遇到挫折呢 那你就错了 水瓶座的这个外表呢 是装出来的 如果他真的遇到了 什么人生的困境 他们通常会单逆在里面 因为他觉得 他需要自己去摸索 他必须要搞清楚人生的方向 而一旦一个水瓶进入这个模式 就会有点像哲学家 很可能需要隐顿一下 很可能需要隐居一下 来找寻人生的目标跟意义 所以咯 一个水瓶座可能需要想通某些关节 他才能够从那个绝处的 或者是深渊里走出来 我们要多给他一点耐心 或者是陪伴 而不要拿世俗的很多事情来压迫他 其实已经被封锁了 雪儿星座讨厌你的举动 有些超明显 有些要通灵才能看明白 没问题 今天我就来带你看个清楚 水瓶座不随便讨厌人 也不爱吵架 但是当你被水瓶座讨厌 那你一定是超级超级讨厌人 而且水瓶座讨厌你 也会让你知道 免得还要装作喜欢你 那很累的 不只让你知道 也会让周遭的朋友知道 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讨厌这个人 你们自己注意一点 不要把我们怎么桌子安排在一起 有他就没有我 这种事情不用我说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 但如果水瓶要跟人正面起冲突的话 他会装作听不到别人的指责 就只想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行走江湖 会做事还要会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点 得罪人了还不自知 水瓶座的人平常蛮有人气的 因为你们很懂得为别人着想 常常主动帮忙又不求回报 毕竟水瓶真的很不爱呀 但也因为是这种特质 所以水瓶座的人就敢言人所不敢言 常常会说出一些 让我们觉得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的话 例如直接跟公司的高层对抗 然后呼吁长官不要再压榨员工了 因为你会讲到不留余地的程度 就会让旁边的人替你个人灭把冷汗 所以水瓶座不得罪则已 一得罪的应该都是高层有力人士吧 表面风平浪静 其实内心波涛汹涌 哪些星座平时静悄悄 但其实爆发力十足 冲动起来跌破你眼镜呢 水瓶座的自我意识其实蛮强的哦 他们要做某件事的时候 四辆车子都拉不动 这时候如果有人要跳下来跟他一起坐 他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因此直线思考的水瓶冲动起来是不听权的 就像我有一个水瓶座的朋友 不顾朋友劝告 硬要跟前任复合 复合之后又觉得不对劲 然后又冲动分手 就这样不断轮回 而且水瓶座有个特色 就是他们分析别人的事情 头头是道理 表里分明 但是遇到自己的时候 头脑发热不清不楚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时候 这就是工作大班风的高峰期哦 除了老板饭掉员工也有员工饭掉老板哦 本公司一个想离职的小编 就做了这一则专题 对 12星座有的人上班的时候都想离职 今天我们来讲12星座离职前的表现 水瓶星座如果要离职的话呢 其实他会蛮明白的让你知道 一旦他下定了决心 那他就是希望你能够明白 大家公事公办 可是如果这个水瓶座是 天王星能量太强的 我们太捉摸不定的那一组怎么办呢 他就是比较失控 比如说心情不好 可能就动作会得慢一点 因为他以前心情不好会压抑 他现在心情不好不压抑 然后再来呢 想消失就消失 因为已经不干我的事了 他自己切得很清楚 还有当他辞呈一丢 也跟你说清楚了 他基本上就认为 啊我不是讲清楚了吗 所以我现在切割得清清楚楚 也很正常啊 因此别人认为的 应该离情依依啊 或者是应该要留一点后路啊 在水瓶座心目中都觉得是多余的 有些星座其实越单身越优秀哦 在你们为了谈恋爱费尽苦心的同时 这些星座很可能早就成为你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吧 对水瓶座来说爱情虽然很重要 但是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也很多哦 因为他们并不觉得 非要爱情才能活下去啊 或者是两个人的关系 一定要是爱情才能继续 能够像现在这样了无牵挂到处交朋友 反而才是最好玩的 有些水瓶比较特别的是 就算他们有伴侣了 可是并不急着结婚 反而会做出很多试探对方的事情 搞得对方急死了 所以咯 单身的水瓶是不是感觉比较有行情呢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